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呢我们来学折一个26页的小本子 这只本子原本是Hans设计的 但是它的原设计呢有一些地方有点奇怪 所以说呢我把它给改编了一下 这本本子还是很简单的 而且它也非常有实用性 具体用来做什么呢 当然是寄生词啦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本本子呢我用的是15厘米的大创的折纸 首先需要把整张纸做出10等分 可以先沿着对角线折一下 那么就先做出5等分 再一边找出4等分点 这个4等分点连着右下角这样的一条线 和这个对角线的焦点把它给标记出来 这个焦点呢就是一个5等分点 参照它把整张纸的5乘5的格子给折出来 这里找出5等分点的方法 是可以用相似三角形来证明出来的 然后呢再做出10乘10的格子 这样子就是10乘10的格子了 然后呢在这个有颜色的一面 把4个角的小正方形的对角线也折一下 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纸给收起来了 凸出来凸下凸出来凹下去凸出来凸下去 这样子以此类推 然后呢打开最上面一层 把这里沿着这条鞋线给捏一下 右边也是一样 之后呢 竖着的线 第一条线 让它也突出来 把脚这样一捏 这样子压平 之后的每一格 都是同样的处理 这样子就做出来了 很多个纸层 之后呢 这个小三角形 把它这样子做一个内翻折 然后呢 沿着这里刚刚折过的这条折痕 把折进去的小三角形 再折成一半 这样就是一个自锁结构 用镊子把它在里面 整个服贴一点 这里这个小三角形 也是同样的处理 这样子 形成了这些纸层 左边这端 也是同样的处理 把第一条垂直的线 给突出来 之后同样的方法 把这里两个脚给收起来 之后还是有颜色的这面朝上 第一层只层打开 然后呢 这条折痕 给捏成山线 这里这条折痕 也要把它给顶出来 之后呢 沿着这样的四条 四处做的折痕 让它们戳下去 在这里再捏出一个纸层 就是这样的 之后呢 这里再做两个同样的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应该会形成这样子 左边这一堆呢 都会变成书叶 然后呢 右边的三块 会变成书皮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需要调整 中间的这块纸层 然后让这个书皮的中心点 对准书叶的中心点 把这里的纸层摁下来 就是里面形成这样子的折痕 这样对齐了之后呢 把书皮的左边的纸层 往左拉 并且中间整理平整 大概是这样 现在还没整理好 我先把右边也弄一下 就是这块这个纸层 要把它在这里 差不多是压平 这样就能把封面 归到前面来了 里面的这个纸层 尽可能的整理平整一点 这样整理完之后呢 可以在纸层的缝隙中上点胶 让它固定一下 上胶整形完毕之后呢 今天的这本 二十六页的小本子 就完成了 嘿 对我们的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六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哇哦 好